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对话真是热闹非凡 大家先是聊到了班长的话题 居然有人认为我们的朋友是老广 结果却被他否认 接着 大伙又开始讨论各种生活小技巧 甚至分享了老抽和糖色的秘诀 让我忍不住想要试试这些厨艺小撇步 随着话题转向国际形势 大家开始热烈讨论川普的最新任命 和美国政治的未来 特别是对于新疆和维吾尔文化的探讨 碰撞出不少火花 虽然观点各异 但大家都很重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并认识到历史与地缘政治 是难以简单评断的 最后 对话又回到了美国的政治变化 和华人的处境 大家的意见非常多元 从自我提升到体制问题 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与反思 真是让人感受到知识的碰撞 与思想的火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天剑说 麦哲团 你连班长也不认识了 明哲 说 知道班长纪律管得好 不知道你地狱也涉猎啊 不过 我明显不是广东人啊 抛下话献琴 说 朱朱 天剑说 啥 我咋记得你是广东人 而且是地道老广 不服客家人那种 明哲 说 不是哲哲 你是不是看我和西仔聊太多了 斯卡网说 江苏 老何准备开点 天剑说 可能哈 石爷说 珠海惨治 35人死亡数 是内部胡说 不要夸大川普团队对话强烈 交易才是核心 川普最具未来感的任命 马斯克可能打造科治政府 点点今天是 20241113塔斯 小机灵 说 哎呦 嘖嘖嘖 国际形势家常便饭都难不倒你 厉害了 薄欣 说 说得对着呢 Dating说 终于明白老生抽了 一直用生抽上色 少了霉色 多了咸了 豪远底县陈说 Jerger包 一二念第一声 Dating说 美因估计悬了 少了一个讲笑话的地方 6说 老抽上色 要注意立马加温水或开水或高汤 以免炉火太旺 容易使老抽烧焦变黑 另外还有冰糖炒化上糖色 也可以适当加些浓缩番茄酱 如果特别钟情于偏红颜色 一个野鹿子自学 还未成才的家庭厨子的心得 老抽加的过多 颜色也会变黑 Scott Wong说 黑点更健康 叶青 说 人家制教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你要多向狐狸姐学习啊 6说 当然为了保险 也可以先加热汤 再加老抽 就不会焦黑 但是会少了老抽 略炒出来的那一层香味 还是一个度的把握 可以上升到哲学范畴 没有定时 Bank说 老神仙 您这个六度的大神 一个度的把握 还不是小菜一碟 Lio说 夸得我立马被窝里 爬起来照了照镜子 肌肉光滑 体型匀称 哪里老了 Bank说 神仙都是长生不老 Foot说 太上老君 太白金星 Bank说 你狠 石爷说 比尔今天没有借 Lio说 可以换用生老一体的 万字酱油 与我太贵了 听人说的 At Bill 下华县 Chan和先生叫你 一起喝茶 西奇 说 老抽里加了糖色 加多了发酸 薄鑫 说 这两天 李子柒回归了 石爷说 看一个历史资料片 居然看到 某位先生 那是很年轻人 转眼也去世了好几年 身底县王说 我可以补充 何老板 案发是想杀他前妻的吗 前妻就在当天的暴走团 他重撞车篮后 背后碾压了一圈运动锻炼的人 暗犯 海牙 说 明镜第一期 俩老头心血来潮 是哪一年 Bell下话先称说 这两天有点事 看见你说的马斯克和VV的事情了 我们的事务性认识差不多 原则上有差异 你说是科治 我认为是科技加持治理的改善 政治衰败 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是我一直以来对美国问题的看法 这次的人事调整和措施 至少听上去很对头 一强势联邦能不能搞定持反对意见的州 二 还有司法诉讼对行政措施的反向牵制 三 第三个是党派利益相互拉扯 例如立法议案要平衡两党或多方利益 才可以推出 第三个一直是拖住美国再一次前进的绊脚石 简言之 即美国是强州弱联邦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现在 第三条暂时被踢开了 另外两条应该是看点吧 Huma说 这张图中的每一个事故 我都去查了一下 死亡人数有很多都是错的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薄欣说 应该是17年 Huma说 这张图每一个事故我都去查了 死亡人数有很多都是错的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海牙说 后面这个就包括在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里 种族灭绝 不只是身体灭绝 还包括文化 标下话先称说 川普的时间正如前面推特所言 18个月必须果断见效 这样中选的造势 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第一的成绩 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8个月内 破坏川普的整肃计划 两院就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失守 则乱局依旧 川普将功亏一篑 因为看起来 美国上没有敢于彻底挑战建国原则的铁腕强人 Huma说 我们政府也没有灭绝维吾尔文化 维吾尔文化保护得很好 毛泽尔文化保护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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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目前起码招了几个壮士 如果不是死士 打算到那儿去玩命的 二估计有的不好通过 海牙说 红的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红 标下话先称说 新疆和西藏的情况 前几天和川娃娃聊过 小狐狸也做了补充 经济上这些年 特别是最近十年 改善极大 但是确实在淡化他们的种族认同 并且管理极为严格 我去过新疆 实地看过 但是 这是地缘政治争斗 没有别的办法 因此只能按照各自立场 自说自话 新疆在最近两百年来 一直扮演中国边疆斗争的 极重要角色 从阿古伯到左宗棠 从斯大林策动三区革命 到王震强力镇压 从伊塔叛逃到清理全部苏联势力 从东突暴力寻求突破 以及类似武装起义 到铁湾镇压 方有今日经济改善的背景 这里面善要难辨 要交给历史了 胜利者书写历史 失败者归顺服从 以轻之柔弱 尚不肯放弃这咽喉要冲 何况今日之共产党 海牙 说 你这是持平之论 从历史和地缘的角度 看新疆问题 即使有种族灭绝的嫌疑 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正如巴勒斯坦之 与以色列 一群汉族人 讨论维吾尔人 有没有被种族灭绝 太搞笑了 维吾尔人都没有嘴 不能说话吗 得了 你赶紧腻了吧 标下话先称说 他们当然可以说 并且应该大说特说 在任何可以发生的地方 中国政府的行为需要牵制 不只是对维吾尔族 对汉族也一样 对全体弱势的中国人都一样 因此 希望美国政府走出困境 压力越大 中国才能改善的越多 海牙 说 中国的事 要靠中国人 别指望美国人 得下话先称说 你们和老何谈坚持 谈法制是一个角度 即个人的角度 这不是妥善的态度 就像很多海外朋友建议大陆人要揭竿而起 做张献忠一样的逻辑 事务发展有它的规律 个人在惊涛骇浪之下 应该自保 第二要自己改造命运的前途 你们的话只能到此为止 每个人的命运要靠自己把握 表下话先称说 改造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只能说到这里 多说都是片汤话 表下话先称说 美国的体制导引个人抒发自己的激情 很牛X 但也引发其他问题 中国情况不同 你们不可忽悠别人去玩命 这不是厚道不厚道的问题 是人品问题 利昂夏华先旺说 我估计就是出也是挤压膏 利昂夏华先旺说 我想不通 为什么总要等美国出招后再出招 这么没自信吗 不要和我说怕工具用完了 工具只会越用越多 哪会用完 其实就是骨子里自卑而已 表下话先称说 你换个号来吧 这个我就不接了 省得删了你的号以后 我又变成自言自语 发几句言 就是一小时呀 喜结而泣 还有事 改日 海牙 臭小子 跟我抬杠 看见 把下化线人下化线人 Bank说 美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华人的处境会有变化吗 Bank说 那民主党呢 他们会纠缠执政党 还是会认同美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Bank说 那你认为目前美国需要大的改变吗 卢比奥的观点在美国会成为主流吗 Bank说 我的心是红的 Bank说 那民主党错得太离谱了 Bank说 有时候吃进去一些东西 但是不得已又吐出来了 Bank说 我不了解美国 太深了探讨不了 还是比尔 狐狸 子明他们可以 还有海牙博士 Bank说 你挑逗啥 Champian下话线WU说 没事了 观点不一样啊 没啥大不了的 西奇 说 人生贵在不断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 西奇 说 科学能算专业 还有其他专业吗 西奇 说 那叫天赋 你以为流水线呢 西奇 说 多了去了 你自己看看NBA就知道 西奇 说 至少比你懂吧 西奇 说 詹姆斯呢 西奇 说 没天赋你 天天训练 能去NBA 你看看NBA肤色 大妈 9说 HTTPS Housing Matters Urban.org Articles House Owning Ships Our Lives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